會合併嗎 沒有這個規劃啦 因為也沒有什麼需要合併 我昨天看你們新聞在講 什麼合作啊 合併啊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合併啊 你會跟大陣談嗎 你有想過要跟老大談嗎 我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是出來的人 但現在已經進來了 現在已經進來了 我沒有什麼進來 因為我現在就是 也是屬於人家 講比較現實一點 就是代管 那長榮 你會不會去嗎 長榮 我坦白講 我也沒有什麼決定權嘛 對 我是覺得 我沒有回去的必要 好累喔 可以講一下結果嗎 不好意思 可以講一下結果嗎 小心 小心 不要拿我的手 不要拿我的手 可以講一下結果嗎 拜託 因為我只負責來開董事會 因為我只負責來開董事會 OK 然後等一下我們公關長 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好不好 沒有這個規劃 暫時都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以穩定公司為原則 因為地龍肩負著國內線六成的這個運率 對國內的運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還是要確保 一龍的營運上 來講都要非常的順當 因為不能因為 我們這樣的一個轉換 影響到國人這個交通的這個需求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我們做企業家還是要有這個良心 做這個事 家裡的事情家裡處理 事情就很簡單 對我的立場來講 其實就是好好的把這個所有集團的業務 大家分工看怎麼來處理 這樣就好了 因為畢竟都是張家的產業 那對我來講 當然我現在已經自己創業了 其他的董事也是支持說 讓我暫時 就先來接這個立龍的董事長的職務 至於立龍以後的發展怎麼了 大家也知道 我規定是很多 我們慢慢的去了解以後 看能做到什麼程度 會合併嗎 沒有這個規劃 因為也沒有什麼需要合併 我昨天看你們新聞在講 什麼合作 合併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合併 也沒有合併 對不對 華信跟黃也沒有合併 所以這個合併的事情 其實 而且合併的事情 比較知識體大 而且我覺得短期之內 也沒有什麼 我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合併的需要 大哥有找你談過嗎 大哥有找你談過嗎 你會跟大哥談嗎 我是小弟 你憑什麼他要找我談 對啊 他應該你有意願跟他談嗎 平時說要坐下來合作 對 他沒有時候跟我談吧 他是要跟三哥談吧 對啊 他有都有四個兄弟一起談 沒有欸 他沒有找我談欸 因為我覺得 這事情要不要談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他談什麼 欸 還有一件事情 你們一直在講協議的事情 基本上 沒有什麼協議啦 因為這個都是張家的產業 本來就是我父親 一手創立下來的 這個不是什麼條件交換 你們不要把他想說 什麼有什麼協議不協議 我一直認為 這個就是一個分明的狀態 你會跟老大談嗎 你有想過要跟老大談嗎 我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是出來的人 我沒有什麼 現在已經進來了 我沒有什麼進來 因為我現在就是 也是屬於人家 講比較現實一點 我就是代管 我現在暫時現在這個狀況 大概就是我就是代管利用 那這是協議嗎 我就說不是協議 有什麼好協議的 大家都是張家的人 其實去講協議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很好笑 我們也不是外人 有什麼好需要協議 大家都有股份 大家都是董事 所以要協議什麼 這個太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嗜血 太去講這樣的一個說詞 這樣是不對的 我覺得你們 你們媒體還是 要去矯正你們自己的想法跟說法 因為你們都是很喜歡看市場派 什麼公司派 真來真去的問題 你說出來我們就可以選了 你唱錯誼我們就可以 你多講我們就可以 我覺得說有些事情 你們不要說 用外圍一些有些人士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造這種東西 我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大家 欸你們都那個嘛 協力也都很高 要稍微想一下這個合理性 那長榮 長榮你會不會怎樣 長榮我坦白講 我也沒有什麼決定權 一定有機會嗎 對 我是覺得我沒有回去的必要 你有9%的持股 我9%的持股 我已經出來了 那我是跟你講 我個人是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既然 我自己穿了心語了 我就是要好好的把心語固好